中间申请假处分 判能序留52台7号 遭法院驳回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四大理由 却似曾相识 高等行政法院的发言人 讲的驳回假处分的理由 跟NCC的律师讲法 好像有87分项 资深媒体人黄伟和黄酸 法院驳回理由 跟NCC律师11月30号 在假处分庭上的主张 有够雷同 新闻媒体是属于 全体国民的公共资源 应该要受到国家政策 以及主管机关依法监督 法院认定新闻 需受国家监督 而根据清律媒体报道 NCC律师认为 新闻第四权 是反映公众意志的公器 讲到NCC是依法审查 论点非常像 政府确实是可以管束媒体 可是你要有比例原则 不是违规停车 就直接车造就地枪决 雇用的员工 以及赤资构建的 这个相关设备 因为换照申请 没有获得准许 导致没有办法继续 经营相同的事业 是申请人 所得预见的情况 再来法院表示 中天无法续照 是可预见 很巧NCC律师 11月30号也说过 6年执照会到期 无从展颜 可以预期 另外中天要求保留 52台法院认定 评委是系统业者 跟其代理商经商业机制 形成属于司法 这跟NCC律师在庭上 称52台是频道业者 跟系统业者 共同协商说法 也很一致 最后决定52频道 到底是由谁 是由谁核准 不就你NCC在核准了吗 这怎么会 会把它归纳到司法呢 这样变得好像是变得 你们中天跟这些系统台 之间的纠纷一样 12月12号起 拒绝严谈 掰了电视新闻 立刻订阅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完转免急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 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守护台湾 刷一排加印